普得交易打造未来优秀的一代 记得关心国家交易 关心未来一代的成长 你好 我是马来西亚中乡亲基金会自行长 王爱全 这里是榴莲台 榴莲FM.com 榴莲丹头 我是孙仁 只有高照 我是维尔 我们可以理解到一个情况是怎么样呢 慕尤丁现在是几乎是要反击了 他是在出席在昨天晚上群众集会的时候 应该是说在今晚吧 对吧 他可能会出席一个群众集会 然后会宣布组成一个5M的队伍 就在下届党选呢 是和达多斯丁纳吉为首的这个当权派对着干的 那这个5M的队伍是谁呢 就是为什么叫5个M 因为他都是由5个不同的这个人 这个领袖所组成 而这每个人呢 他们的名字都有一个以M字母作为开始的 比如说有谁呢 我们看到的除了慕尤丁本身之外 当然还包括了吉达州的州大臣 穆克里斯 OK 就是敦马的公子了 那还其他三位呢 就包括要争取副主席的这个党职的领袖呢 还包括了这个达多斯丁沙菲伊 OK 还有荣佛州大臣 达多斯丁摩哈曼卡利 那还有以前的登加楼州大臣 达多斯丁摩哈曼塞 所以这几位呢 都是要和应该会和这个慕尤丁组成这个队伍 但是还没有正式宣布了 他只是说有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宣布来说 不过这个巫统荣佛州的联委会主席的摩哈曼卡利 已经否认这样子的说法 换句话说 慕尤丁好像感觉上自己打嘴巴的感觉 因为他说了出来过后 然后另一方面就否认了 那五个M现在变四个M 这四个M能不能成呢 还是一个问题 是 可是感觉上这个沙菲伊 可能是会跟他成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沙菲伊也是自己本身跟慕尤丁 在7月28号的那个改组当中 一起被革职这个官位的 那么可能这个沙菲伊是站在慕尤丁这边 或者他也可能也不是会站在这一边 那就看他到时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毕竟这是一个慕尤丁 他自己本身的一个说法 他即将要做的一个反击 然后要对着这个纳吉 还有有关的人士做了一些事情的 当然这个慕尤丁 他到底他的实力 或者是他在这一次的这个巫统大会当中 到底纳吉或者是其他人 有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呢 也是一个疑问的 这个很重要 就是不管有没有人把他放在眼里 其实他毕竟还是有一定的支持者的 这就是为什么他敢敢这么说 他就要这个首相呢 暂时先休假 先请假 这样就方便可以去 这个有关当局呢 彻查26亿政治现金的事情 不然他认为说政府是没有把取信移民的 那当然这样子的说法呢 是不是可以获得大众的认同呢 我觉得他各有不同的支持和反对 有些人可能支持慕尤丁这个说法 但更支持的是反对党啦 比如说行动党 谁是谁啦 应该是林吉祥吧 对林吉祥伯伯伯 他就说了 我绝对支持慕尤丁说的 就是要希望纳吉现在这个阶段 最好是先请假 方便有关当局介入调查 而且要证明无罪之后才可以回到他首相的这个职位 这是大家最想看到的事情吧 当然在整个调查程序上呢 是不是应该要肯定要请假才能够调查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很确定的说了一个准 究竟是怎么样他的程序 因为毕竟不同的这个罪名 不同的这种调查方式 他有不同的这个要求 是说到这个YMDB的事情啊 其实因为慕尤丁和有相关的人士大家都一直说要要查这个 YMDB的事情 那么首相纳吉他就就强调了 其实这个慕尤丁还有其他的内阁成员呢 他们之前就已经 获悉有关这个一马公司的情况了 那么现在慕尤丁他现在是担任 他曾经在担任这个副首相的这个职位的时候 就已经收集到更多关于这个1MDB的信息 那么现在他已经不是这个副首相的时候 他为什么又来又要来 啊 曹说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啊等等的这些事情乱七八糟的 对于纳吉来说这是很不理解的 因为之前都已经知道了 那么现在为什么要召集大家 召集一些民众们来把这个事情查清楚啊 嗯 这个是不同的说法啦 你看在昨天晚上这样子的这个集会的时候呢 他是慕尤丁士和马哈迪 敦马一起布鲁会场 还包括沙菲义等等 那时候他们一走这个会场呢 哇 整个气氛是非常的热闹的 全部人都说哇 巫统万岁 慕尤丁万岁 以及人民万岁 但是没提到敦马万岁 虽然说一起走进来啊 那在整个会 这个聚会当中呢 有大家都有发表不同的演说 那这个巫统支部主席呢 也是在现场派发了一些诉求的纸张 就解释了目前的一些社会状况啊 政治经济问题啊等等 那当然呢 里头呢 可能他们主要还有提到三个点 第一就是促请巫统的主席辞职 因为他没有把国家治理好 尤其是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呢 就涉及国家和党内的一些丑闻 这是第一个点 那第二个点呢 就是他们就促请巫统最高理事会 不要将2016年的 不要将2016年的这个党选呢 延后 因为这样要求呢 不是来自于基层 这些权力呢 还是应该交汇给所有党员 这是第二个诉求 第三个诉求呢 就是说促请党 不要对任何批评党领袖的党员 采取任何的几例处分 因为之前呢 确实有说到 可能在开这个大会的时候呢 有可能会对党员 或者是对 其他 好像有做了一些 说了一些什么话的 采取几例处分 但是现在他们有一个诉求了 在这个聚会当中 就希望 不要做这种事情 因为呢 他们会批评党 会批评党领袖 纯粹是一种爱党的表现 所以党务应该对提升党形象的 所有批评保持正面的态度 这是他们的诉求 嗯 是 同时这个 前首相敦马 他也是有指出 政府 政府还有这个援引 这个国家安全法令 这个SOSMA来打压 一己的 这个 还有这些群众们 不如就利用这个 法令来补这个首相纳吉 因为纳吉也在破坏这个民主 那么他就表示说 呃 首相纳吉在领导之下 就是政府在打压一己 不容许人民质疑政府 那么我国已经失去了民主 呃 这个时候就是国家领袖 应该要有很自告的 这个权 呃 应该 我国的领袖 是持有至高权限的一个国家的 那么呃 政府他 敦马他就说 政府应该要原因 这个国安法令 呃 之前啊 就用这个国安法令来逮捕了 这个扣查 这个务统党员凯如丁等人嘛 那么现在 马迪就说 应该要同样用这个国安法令 来逮捕这个呃 首相纳吉的 因为这样子才是 可以受到这个国安法令对付的 因为纳吉只有用这个国安法令 才可以对付到他 所以他觉得 这个事情是现在是在必行的 现在国安法令怎么对付纳吉呢 对 国安法令已经是最最后一分钟已经在国会提成 而且在最后一天已经是记得通过了 那当然你看个国安法令的啊 应该是说国家安全理事会成员里面有谁呢 首先说这个就是纳吉 然后有副首相阿曼萨西 有内政部长同样的也是阿曼萨西 国防部长就是许晓慕定 啊等等 OK 这几位呢 是由谁呢 国家安全理事会是由首相领导 成员是由首相亲自任命 换句话说 这整个国家安全理事会呢 本来他是不太可能自己对付自己的 如果我是主席 我告诉你 你要你要用这个法令来对付我 不可能吧 对不对 当然在这个国家安全法 怎么呢 国安会啊 这个法律呢 是之前通过的呢 首相署的部长 刘胜泉 他就说政府不会使用国家安全理事会的法令 来对付对政府批评的人 还有政治家 这个说法 纯粹是他个人说法呢 还是说这个获得了担保 获得了保障呢 我觉得是没有办法说一个准 因为他他他他虽然是说首相署的这个部长 但是呢 总让人觉得没有什么信心啊 因为那些国家安全法令那么急着通过 而且看起来确实我认同 就是说他的这个权力确实有点偏 权力有点偏重了 偏重在于可能在首相的这个权力会稍微过大了一些了 那这个过大的权力确实有可能会引起滥权的现象 对可是话说回来 这个国安国安法令 他是在刚刚结束的这个国会下议院 这么会顺利通过的 然后当然是引起了很大的反弹啊 可是我们的城市和谐 他就解释说这一次的这个国家安全法令 就是国安法令啊 如果是在吉隆坡这边有发生一些爆炸案的话 对于这一件对于国安法令有批评的这些人呢 他们即将会改观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如果是这个爆炸案在吉隆坡或者是在马来西亚发生的话 那么这些人他的看法即将是会不同的 因为国安法令就是要保持这个安全保持国家的安全 那么如果是保持到安全的话 可以及时的取缔这些恐怖分子或者是影响国家的这些人的话 那么他就可以阻止这些爆炸或者是恐袭的事情发生了 那么这些如果是可以解决到的问题的话 批评者就会对这个国家安全法令改观了 看来我是这一世人都没有办法当上部长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永远听不明白他们说的一些话 为什么 为什么就是一定要这个国安法令 将现在现在的国安法令呢 才有办法对付或者是解决爆炸案的问题呢 本来一个国家的这个不单只是国家安全法令 而是这个维安部队啊 包括警察军人部队 只要有发生这样子的一个案件 他们应该有自己的机制可以去马上进行马上解决吧 你需要靠一个国安法令这样子来来把这个权力偏向一边 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 所以我说我我看到我这一世人都永远没有办法当上部长 因为我永远不明白 为什么这样子的想法 这样子的说法他会会出出出一个部长的口中 一定要有一个爆炸案 你才能够对这个刑法改观 那换句话说 如果没有爆炸案 我们永远是没有办法去对这个刑法改观 你要刑法改观的话 你首先你第一个点 他要合理 你要让人民了解到为什么你要这么做 你不是说假设有一个爆炸案 然后我们就能够这样处理 那你告诉我了 如果是没有爆炸案 你就不能这样子做吗 这个是对他们的一个怀疑 当然这个事情我们就看到的是国家安全理事会的成员 他们就有说国安会法令 他们是不会对付这些批评者的 所以我们再多做批评 像刚才那个房长他说的这些人 对他们这些事情批评的人 他们是不会对付他 他只有这一个国安法令 他只是会对这个恐怖分子做出行动 因为他只是要保护安全 保护国家的安全 所以这一个是他们的一个说法了 为什么我总觉得这个国安法令这样子的说法 这样子的一种改变 他就是掩盖 掩盖告诉你们说 这个是为了要保护国家安全 就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我突然很担心了 记得当时的内安法令说的是什么吗 维护国内的安全的一种法令 叫内安法令 对吧 所以你这个刚刚说什么 你再重复一次 国安法令 对对国安法令 它是问题是为了什么呀 保护国家安全 对吧和之前 防止爆炸袭击恐怖袭击 然后还有就是保护国家安全 对吧 就是保护国家安全和内安法令 基本上是同一出自同一个概念的 一个那种说法 所以会不会被滥用 这个我还是有所保留 当时提出内安法令 它的目的是好的 其实我认为所有的法令 它目的 如果是出发点是好的话 那当然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被滥用 它就不对 非常非常不对 而且呢 是给一些有心人 用来对付政敌 或者用来对付批评自己的人 或者对付 令到自己位置不稳定 不保的人 这个就非常不对了 而且呢 就要严厉的去监督这个事情 这个法令不会被滥用 是 所以这个事情总的来说 还是他们一直口口声声的说 他是为了要解决这个防止恐怖袭击 防止爆炸案发生在马来西亚 所以他们才要实行这个国安法令 我看不到这样子的一个改变 实际上和之前的这种原有的法令 对于对付这种 或者解决爆炸案和恐怖袭击 有什么样的太大的差别 或者这样子会非常有效 把这个效率提升了百分之百 还是百分之五十 这个有没有一个标准 有没有一个KPI 让我们可以看到呢 他们可以说啊 纳吉身有很大的权利 可以随时就可以查 觉得你是恐怖分子的话 就去把你带不起来 对啊 为什么 把你的查权都封锁起来 把你家 入侵你的家 去查清楚 你的家有没有藏一些炸弹啊 什么可疑的物件等等的 这个就是他们可能 对于这件事情 可以做的一个说法 对啊 我认同啊 就是说如果是真的 有这样子一个证据的话 你去查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是由谁来认定呢 就是首相纳吉认为你有问题 你就你就会被查 是这样子一个概念吗 如果是这样子 那就很奇怪了 那就真的很奇怪 为什么只是一个人呢 而不是可能有确实的证据来证明 而不单是首相纳吉一个人说 而是有了一个这样子的 可能警察部队 保安部队 还是这个防范恐怖主义 防范恐怖袭击的一些部队 突然发现到 有这样的可疑分子 然后我们收集了很多证据 而证明这个可疑分子呢 他确实是有这种 恐怖袭击的可能性存在 所以我马上要跟首相 要求这样子的一个调查令 然后首相应该马上批准 那就很难说 那就可能还说得过去 但是整个程序我们都不了解 我们都不知道 他从头到尾是怎么执行这个任务的 只是看到这个法令通过了 就好像有首相纳吉一个人 就要决定了 那就听起来好像 这个权力好像有一点过大 如果你解释清楚的一点的话 可能民众还没有那么的 那么怎么说呢 有疑问 有疑问 愤怒的心 对对对对 所以就希望有更多的解释出来 如果真的是那么好的话 让人家明白吧 这样的解释